玩素毒、打衛生麻雀 知不知道他們有甚麼共通點? 聽說就是可以預防認知障礙 所以有時間我也會去玩玩 而最近好像說寫書法都可以 不知道是否真的 知不知道做甚麼可以防止認知障礙 多些運動、去多些街 打麻雀嗎? 有空煮飯、做多些勞動 多些社交 你覺得種花、寫書法好嗎? 都可以 為甚麼? 為甚麼? 那你用腦筋 腦筋就靈活一點 總之腦筋住一樣 你都可以 起碼不用人不知怎想 可能會令長者多些生活體驗 或者生活的變化 就好過一個獨屬的老人坐在那裡 那就不太好了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進行了一項跨學科研究 邀請在112名55歲 至75歲的年長人士參與 所有參加者都要練習中國書法 並且隨機派到干預組和對照組為期六個月 研究團隊為所有參加者進行腦部磁力公真掃描 檢測他們的大腦預設模式網絡的功能性連結變化 證實年長人士增加參與認知活動 對協調大腦神經網絡有正面影響 地醫生 其實甚麼是大腦預設模式網絡 其實就是當我們人在相對靜態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專注的一些所謂內部工作 包括自我反思 我們想起最近可能發生過的事情 或者是當我們憧憬我們的將來的時候 它就是最為之活躍的 那麼愈來愈多研究就發現 大腦預設模式網絡的衰退 其實是跟認知障礙症有關的 所以我們的研究團隊就想看看 有甚麼方法其實內容記可以減少 或者延緩大腦預設模式網絡 出現衰退這個情況 從而希望他們日後能夠減少 患上認知障礙症的機會 那麼干預組和對照組的參加者 他們寫的書法練習有甚麼不同 參加我們這個研究的內容記 他們平均都起碼一個星期 寫一個小時的書法 所以在對照組 他們只需要跟以往平時的寫 但在干預組 他們就可能譬如 他以前寫開一個小時的每個星期 他們現在就需要寫兩個小時 六個月之後 我們就看到在對照組的內容記 他們繼續如常寫書法 但他們的大陸預設模式網絡 都看到有衰退的情況 但在干預組 要寫多一倍時間的書法 他們的大陸預設模式網絡 出現衰退的機會 明顯是少一些 甚至有些強化的跡象 所以兩組一比較之下 很明顯我們就知道 如果真的多一些寫書法 或者做多一些認知的活動 似乎是可以幫助 減少大陸預設模式網絡衰退的情況 林教授說 其實認知障礙症是分哪幾個階段 以及有什麼症狀的 如果說認知障礙症 我們首先要說長者的認知功能 大約分三類 第一類的長者的認知功能 沒有什麼問題 年紀大照顧自己的能力 記憶力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第二類就叫輕度認知障礙 有些記性的問題 但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都可以 第三類就是認知障礙症 講到症就是有病 症狀就是記憶力衰退 專注力受損 執行功能 照顧自己的編排 日常生活能力也有困難 有些又會有行為情緒問題 有一部分的人都需要吃藥物治療 寫書法為什麼可以減慢認知障礙 其實寫書法是一種高能量的認知活動 書法有些特別是因為它需要的要求很高 即是你要專注 你要有語言表達 即是你一路寫要看那些字 你腦裏面有語言的練習 但書法也是一些很仔細的 一些運動神經的鍛鍊 即是變了很多東西一起做 今次這個研究其實都得到生物科學驗證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我們大家都知道練腦是好事 你做很多事情都可以練腦 不過是這樣說一下你練了 那是怎樣 不知道究竟是否實際上有幫助 現在我們有一些不同的生物驗證指標 去看下你的腦的功能 或者大腦的退化 有些就好像今次研究的磁共振素描 有些就可能抽血看下他的發炎基因 甚至一些視認知障礙症的指數 有沒有改變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具體的指標 去看下你做了些甚麼 可以令到過癮之功能 或者大腦保持得更好 我們經常都提議 每一個人都可以最少選一種運動 鍛鍊身體 選一種非運動的應知功能活動 即是不用做很多很辛苦的運動 你都可以鍛鍊你的腦 看書、煮食、編排食譜、圓藝 全部這些只要你用腦定期去做 都是一些應知活動 了解完這個書法研究之後 是不是很想去文具店買紙筆物件呢 我自己就決定要買幾套 送給身邊的老友記了 反省 而言